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昊斌神父 今天是长年期第十周的星期二 弥撒的主题是关于光更严 这个光更严讲的就是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 这段经文在马尔谷福音第五章的13到16节里面 耶稣基督在讲完的征服八端以后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按征服八端的生活去做光跟盐 这盐是什么 耶稣基督这里讲盐应该有味道 我们知道普通生活里面的盐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去调味 第二个就是防腐的作用 所以调味的话可以让生活过得更有味道 我觉得这看起来有点像征服八端的第四端第五端 还有后面的三端 防腐有点像这个第一端第二第三端 因为一二三端讲的就生活里面就是要 要去克服那些诱惑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算是一个内圣的工作 在内在把自己圣化 圣化完了就要外传 是外王或是外传 外传的方式就是光 光有什么作用 我叫光这里面讲得很好 我说光不能放在那个斗底下 它应该放在灯台上 意思说光应该从外面照耀 你不要把它遮起来 就好像一个尘在山上 但是不能就是你会看它没有办法隐藏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方面要做盐 可是一方面也要做光 可是光跟盐就是最后 它讲的就是善行 善行就是生活里面行善 施舍爱人这些 用这些善行来做一个光 这里有一个故事 关于怎么样看到光 因为光是让我们看见 它说有一个山上有两个庙 一个甲庙 一个乙庙 甲庙的和尚们过得非常痛苦 可是乙庙的和尚过得非常开心 所以这个甲庙的这个住址就想 我到乙庙去看一看 大家取经了 所以去了的时候 他就到了庙门口问那个小和尚说 为什么你们庙里面的人过得那么快乐 这个小和尚就跟他讲 因为我们常常犯错 他和尚搞不清楚 犯错还居然会快乐 怎么一回事 可是小和尚还没有讲话的时候 就外面来了一个 回来了一个和尚 这和尚就往那个大厅里面跑 跑到大厅里面 结果他不小心就划了一跤 划了一跤以后 在里面拖地的那个和尚 就赶快跑过来跟他讲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地拖得很湿啊 然后这个门口的那个和尚也跑过来 说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没有告诉你们 里面有人在拖地 他们两个人就合力把这个扶起来 然后跌倒的人也讲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是我自己 我不小心 所以那个假妙的大和尚一看就懂了 意思是什么 生活中里面如果能比较退一步 就承认自己的作物去认错 可能会比较和谐 如果那个跌倒的人一直指着 都是你 你干嘛地拖得那么深 那么湿 没完没了 所以生活里面让我们看到 我觉得这个认错未必是书了 其实有一个人叫有修大师 他有一个徒弟去外国读书 读完哈佛的 这个列鲁德博士回来以后 他告诉他的师父说 诶诶 师父我什么都学会了 现在我要做什么 那个师父就告诉学生 这个他的弟子说 要做的事情就是学做人 他给他九个东西 不过第一个东西讲到的就是认错 所以意思说生活中可能要想饭 会去认错 认错是对我们生活来讲是一道光 这个光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 怎么跟别人和谐相处 同舟共济 所以我想这个 今天的题目很好 跟我们讲生活里面学习去做光 去做炎 让别人生活 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 让别人活在天国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用这个光跟盐的方式 让别人生活在天国里面 祝福你们生活里面 在生活中体验到盐跟光的时候 也能活出盐跟光的味道来 谢谢大家